你 你要是敢说出去的话 我 我死也不会说的 所以 这才是你 羞辱书院同侪的原因啊 对不起 之前我还错怪你了 竹岫书院美其名曰 我朝第一学府 靠的不过是 学生的身份尊贵罢了 我一看那帮女学生 对你的态度我就知道 九年过去了 竹岫书院还是一样 半点长进都没有 山君 那为何 你后来没有再去考呢 怎么考 可我听父亲说 朝廷官员 以书院博士为首的 文系官员 正在推行一个叫 叫什么来着 麒麟师考的制度 就是专门为 寒门子弟所设 一旦考上呢 就可以进入书院读书 还可以跟书院的同侪们 一起参加科考 如若真的推行科来的话 山君 你就能圆你儿时的梦想了 说得倒是好听 那帮眼高与鼎的官宦 怎会允许有我这种异类 在他们的眼前晃来晃去 不说了 我修修了 那我先走喽 走吧 山君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就喊我 或者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也喊我 我随时来陪你 你来陪我 前一段时间找你做陪 你就要死要活的 怎么 现在变得如此奔放了 山君 你就别笑话我了 去 回去吧 别在这儿耍眼了 我什么时候 说得好 你怎么会那样 你就会对我们来说 我这么做 你 不在那儿负望 你不在这儿负望 看她就看到了 就让她们看一看 我新的压窄夫人 庞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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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将军 庞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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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将军 庞大姐 他好疑惊突然这么远 他想走 不行 绝对不行 你先听我说完 朝廷并无明令攻打东启山 我就是不想惊动朝廷 所以才私下找你 那你就是叫我欺君 绝对不行 杭将军 你还记得当初我左傅将你 从外贼手里救出来时 你对他立下的誓言吗 你对他说 不管将来遇到什么麻烦 你都会出手相助 万此不辞 若不是情非得已 我绝不会开这个口 此事了结以后 你与我的亏欠一笔勾销 我绝不再求你任何一件事 这东夷山我从未去过 听说那里地势险要 一手难勾 一般人绝对进不去 这个 我已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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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放手 放手 师傅 你是何人 为何躲在门口头听 快放手 杭兄 快放开他 你们认识 这是我的同侪赵清禾 是我请来帮咱们的 这位是杭如玄 杭将军 你 你就是杭如玄 失财 是我冒犯了 不过既然是客 好好敲门便是 为何要躲在门口头听啊 傅远之 他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 能帮上什么忙 清禾同侪 我听闻 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也知道你是阿隽的好姐妹 能否请你帮忙还原出 东夷山的低情图 好让我跟杭将军去救他 你们要去救阿隽 好 我划完了立马给你送过去 好 即便如此 救你我二人 怕是不够 你手下的兵 你祖父救的是我 不是他们 那就找江湖杀手 随我们同去 只是他们要下极高 我去想办法 你们是要钱吗 陈叔 来了 你把箱子放下吧 先下去吧 好嘞 布置这些可够 不够的话 我回去再取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原汁 咱们出发吧 好 就在这几个人 去攻打土匪 我够吗 这些都是我 闻人府上的护卫 各个武功高强 带上他们 多谢闻人公 多谢师伯 阿隽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不准告诉阿隽 我这次协助你们 去攻打山灾 不准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阿隽 我明白了 现在在这里的所有人 你们只有一个身份 就是书院的护卫 是为救书院的同侪 闻人隽 而随我上东夷山 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一路小心了 告辞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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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 来一下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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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这么吵啊 这端不吵 有关这儿 快点 放下来啊 给我 给我 现在来 这忙 好 走啊 怎么这么吵啊 发生什么事了 有喜事 喜事 喜事 抓紧把这个衣服给穿上 我 山君 寨中 真的要办喜事啊 对啊 给你的衣服为何不穿 山君 婚姻大事 是要讲究你情我愿的 这要是让外人知道 您堂堂东夷山君 娶了个不漂亮的夫人 可是要笑话您的 我就算娶一只猪 也没有任何人敢笑话我 我东夷山君的夫人 不是那么好当的 去把衣服换啊 去把衣服换啊 来了来了 小妖子来了 真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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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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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风和日丽 百花齐放的春天 我们相聚在一起 迎来山寨最重要的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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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让我们有请 最最漂亮的夫人登场 小娘子真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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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我知道 我不可能回家了 余生 如果还有余生的话 我都要留在这里 那我也认了 要做奴隶 做牛做马 我都认了 但是 如果你要羞辱我 如果你要羞辱我 绝不可能 我救着死 也绝不可能嫁给他 你 好 好 好 青州城 一年一度 花神节大会 正式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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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青州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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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赶紳 女 род 很多这样子的 啊 喝 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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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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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长 telescope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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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做以前 我肯定怎么着都想不到 我自己竟然会跟土匪 生活在一起 还吃土匪给的东西 说不定 自己都会变成一个土匪 要是让我父亲知道了 肯定又要说 我给闻人家蒙羞了 不过说来也奇怪 我自想 就跟家里的人都不一样 父亲呢 是都城出了名的文官 大娘也是 在出阁前 是都城出了名的才女 我姐姐就更不用说了 你也是见过的 舒读得好 人长得又美 又漂亮又温柔的 不像我 估计我和我姐姐比起来 应该没有人会喜欢我吧 你说得没错 但你若像你姐姐那样 我就会把你丢下山去 你喝 我 我就不喝了吧 花神节拒绝别人的酒 这是对神明的大不敬 我 不喝了 好 好 好 从今天起 你跟他们一样 都是我的人 再敬你一个 再来来来 山君 这是 来来来 好好好 去去去 干干嘛 走走走 走了 请啦 请啦 我 我睡了多久啊 半个多时辰 半个多时辰 我睡了 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呀 城里有花神节盛会 大家都玩去了 花神节盛会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啊 这是干什么了 头怎么这么痛 没什么 你 你去干吗 换装 换装 换装干吗呀 花神节盛会 换装 估计是怕自己 被认出来让人打吧 好 山君 是不是可以走 人呢 你 我说你这脑子 一天天到底想些 什么龌龊的东西啊 我 我说你这脑子 怎么这么脑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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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这个 快点 走走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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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我们到了 好了 是我 老 都 恩 我就 标准 你这应该rolog оме等체적池 我先说一下这个规则 答对前十题者 将有机会 登上花车 参观大游行 好 参观大游行大 山君山君 你最棒 靠你了 真好啊 真是真是真是 萨萨西风 满院灾 蕊寒香冷 蝶南来 是菊花 答对了 厉害厉害 山君 你怎么都不答呀 你再不答 人家都答对了 花车都没有了 花车里有什么好做的 朔风如解忆 荣意木催谈 菊花 错 桃花 错 梨花 错错 杜鹃花 错错错 是梅花 答对了 好 好 真是梅花 这就是梅花 真是梅花 真是梅花 好难的 真是梅花 真是梅花 是梅花 真是梅花 看第三题啊 这个有点难了啊 不用惊奇 前后红床 绿盖嘴 花花 是梅花 答对了 对哦 厉害了厉害了啊 以后多读点正经书 少看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我 好 接着来着 为什么 影响我答题 第四题啊 景初 是梅花 花红一衰 似狼翼 水流无蟹 似浓愁 桃花 答对了 又对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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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公子 遵姓大名啊 在下姓周 明盟 别号 可乐居士 您就是周盟周公子啊 大才子 大才子呀 幸会 幸会 是吗 青州才子 山街 那不是老鼠和老虎吗 别了 为什么 她们俩太闹了 走吧 这位姑娘 您不是 刚刚那位周公子吗 在下周盟 不知姑娘 是否愿意 与在下同座花车 我 真的可以吗 山巾 不行 为什么 山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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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巡和夫人 这也太巧了 夫人 抱歉 在下鲁马了 周公子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您误会了 你们 你们这是 你是不是要调戏我们家夫人 是不是 误会 误会 山巡 山巡 慢着 周公子 看你饱读诗书 可是在哪里学习所得 那可否有想过 考取功名 可考之路处处不平 我等边陲穷苦人家 必会受尽冷言与清明 最幸运的 也不过是成为贵族子弟的辅商客 在言 官场邪王 我恐怕也应付不来 在下平生所爱 就是读书这一件事而已 那周公子 您真的打算 一辈子就待在青州城吗 那您这一身的才华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待在家乡也挺好的 事不相瞒 我正在积累钱财 打算日后 在青州城里开个小书斋 教书育人 让贫苦家的子弟 也能够读上书吗 刚才实在抱歉 不知姑娘心有所属 给姑娘赔礼了 不是的 周公子 不知者无罪 周公子 慢走 有缘再会 你 这 好厉害呀 馄饨 老板 来两碗馄饨 两碗馄饨 来了 您的 两碗馄饨 谢谢老板 谢谢山君 对了 山君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想知道吗 叫郎君 那 那个是谁啊 那是东夷山君 东夷山君 天哪 太无耻了 一边坐恶乡里 一边居然还逼着百姓顾奉自己 我不管你这个心里边想的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那都是错的 没有 我什么都没想 我在想要恒乡 姑娘 看来呀你是外地人 这东夷山君 这东夷山君 可是我们青州城的守护神哪 可 可他不是土匪吗 早年前 青州城到处是土匪强盗 就是外来的强盗啊 就是外来的强盗啊 时不时来城里掠夺一番 这里呀 天高皇帝圆 官府又不作为 简直民不聊生啊 可三年前 东夷山君 突然带着一众手下 收复了大大小小十八座匪债啊 他竟然将收缴的财物 粮食 尽数地分给了百姓们 真的 他手下的匪徒啊 向来是劫富济贫 从不冲饶百姓 华神 给了我们生机 可东夷山君 却给我们带来了一方安宁 他们俩都是我们青州百姓的神 老板 来碗馄饨 来了 你里边坐啊 好 起了 把你这个恶心的表情给我收起来 原来 原来 你不是无恶不作的强盗 你是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的大侠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我想去那边看看 谁让你乱跑的 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导致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我 山君 我说你是不是就喜欢看 别人被你气得要死 又拿你没有办法的样子 说我走的时候也是 逼我与你喝酒也是 你说 你这个东夷山君的恶趣味 未免也太优质了一些 是吗 可是你又能拿我怎么办呢 山寨规矩第二条 不能擅自离开山君身边 否则 否则 我爱你 不能擅自离开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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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别动 山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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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哥 这到底发生什么了 你有看见山君吗 刚才来了一伙人 风火烧了山寨 山君跟他们打起来了 现在去了那片树林 滚 妹妹 妹妹 小姑娘 糟了 还等你 师兄 快 走 驾 你究竟是何人 你不必拖延时间 只要你束手就擒老实交人 我们不会伤你 你旁边那个人 可不这么想啊 山君 你已经被竹袖书院的 护卫们给包围了 还不快把阿隽交出来 原来你们是书院的人 你把阿隽藏哪儿了 他已经是我的人了 要你管 追 你要做什么 只要你交人 我们不会伤你 快 readings 吾 bait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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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ét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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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ook 我们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杀人的 他罪有应得 你每天打仗 手上有多少条人命 难道还多一个土匪吗 那是奉旨 他死有一故 我不说 他们也不会说 没人会知道的 阿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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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你受委屈了 阿隽 阿隽 整理 Fine 你也知道 特别 fe 你刘艺 看 公子 可 老子 二 我想 看 不 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 驾 忽远之 前面便是都城了 杭某人先告辞了 多谢杭将军 请便 驾 驾 驾 出发 阿隽 喝口水吧 阿隽 来 谢谢师兄 从东夷山回来后就发现你魂不出射的 是被吓到了吧 没有 你是不是 还在为我没有救你而生气 对不起 这是师兄的不对 我没有生气 师兄 姐姐是嫡女 确实比我重要 所以 你先救她 是理所应当的 我并没有生气 你别这么说 在我心里 阿隽 停车 快停车 阿隽怎么了 阿隽 阿隽 小心 不会的 不会的 阿隽 你干什么 不会的 他一定是在骗我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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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隽 不会的 不会 不会的 他一定在骗我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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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 原来 原来 原来他们不是在骗我